什么时候无常到来 自己要有进去 随时都可以到来 这无常就死了 今天人在这个世界呢 灾难这么多 晓得什么时候会碰到 我们常常看到鸟兽 离开了他的屋 他出去灭湿去了 他能不能够安全回来 靠不住 很可能出去之后 被别的动物吃掉了 被人误伤了 这就是无常到来 寿命终了 我们在这个世界 有何常不是呢 所以我们要想明天 要想明年 太长远了 那叫大妄想 真正成功的人 做福做祖 他不想明天 他不想明年 也不想过去 他就抓住现在 什么能够掌握到现前 这个人肯定成就 先前 念念不舍 这个念念 一秒钟里头 有一千六百兆的念念 念念都是阿弥陀佛 这个人决定成佛了 要多久的时间 弥陀精神教 热一日 我们细心去观察 去思维 一日 可不可能 可能 一秒钟里头 一千六百兆个念头 一天 二十四小时 还得了吗 不但他能往生 真正置心一处 他大成就了 他三十报 转眼脱 为什么 一天 大车大雾 明信 皆信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这是四十真相 念念提高警觉 也就是此地说的 这是佛门的老话 人命在呼吸间 释迦牟尼佛 在阿罕教里的时候 阿罕 孤允 你也受 玄尽 呼吸 一天 一天之乐 这人就宣布 气息 就会死亡了 2014年 include 置疑